大家好 歡迎來到雅虎的總老師感情相談室 在此你的所有煩惱不能保證獲得解決 今天我要談的案例是M小姐 以下是她的來信 會因為我跟異性有交談就不高興 要求我將對方聯繫方式刪除等等 我覺得相處很累 可是一想到除此之外 她對我真的算好的就捨不得放下 她自己可能錯過這個就遇不到更好的人 只好就這樣忍下來 可是她自己卻加了許多交友社群 水療軟體上也很多奇奇怪怪的女生 還會放大十度照片等等 問她她還說她不認識 跟我說那是她被盜用帳號時出現的 其實我無反對她有女性朋友 只是不滿她限制我自己卻沒有做到 我想到一輩子都有可能這樣過下去 就感覺心力交瘋 不知道究竟這段感情值不值得走一輩子 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對方才會有安全感 N5小姐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好伴侶的定義是什麼呢? 你仔細想想看 為什麼你覺得她會做家事很照顧你 就會是一個好伴侶呢? 難道你自己不會做家事嗎? 很顯然的會讓你這樣認為的最關鍵原因 是因為她照顧了你的感受 她不想看到你承擔太多 所以她願意做那些事 至少你的直覺是這樣解讀的 然而我們來看看另外一方面 她明明如此小心的呵護你 卻很怕異性接近你 甚至要求你刪掉他們的聯繫方式 或是你做什麼都要追問 你覺得這是戰友欲強? 除此之外 你知道這還說明什麼嗎? 這說明了 她其實不信任你 也不尊重你 你還在那邊糾結 可是她說這點以外都很好 那是不是忍一忍就算了呢? 這個好像有點搞錯重點了吧 你聽我舉個例子 很多男人對車子的模型高爾不求感也很好啊 沒事就拿出來洗洗擦擦 愛護的不得了 可是對物品是沒有尊重可言的 她才不會問車子 今天可不可以給我開啊? 管你的 想開就開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男朋友愛護你 怕你累著了受傷了 可是他不管你的個人意願 你對他來講是可以愛護 卻不用給予尊重的 簡單的說呢 你男朋友把你當成個人物品一樣對待 那請問你是車子嗎? 你是模型還是球桿嗎? 你不是嗎? 那你怎麼會因為自己被當成物品一樣佔有 還覺得這我可以忍呢? 無論女生還是男生 平價伴侶的底線 應該是這個人到底給不給你尊重 有沒有把你當人看 至於對方到底貼不貼心啊 做不做家事啊 那反而是其次 如果對方不把你當人看 你往後就別想過像人一樣的生活 這種日子不可能會快樂 因為你沒有得到起碼的尊重嘛 你說很怕這樣好的男生再也遇不到 我倒是覺得比他好的男生滿大街都是 所以呢 我覺得你要好好思考 試著跟他溝通 請他尊重你身為人的自由 如果他不願意為你改變 我說真的 你也別執著了 不要繼續當他的物品了 一刀兩斷 回被窩哭個幾天 趕快打起精神來 找個把你當人看的男朋友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加油吧 以上是我的建議 有任何想要邱老師回答的問題 歡迎請到有下新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YAHOO